中華郵政的物流中心 他這個物流園區 居然之間出現了一個 很奇怪的情況 就是本來是PC網路家庭 也就是他們全部得標 然後照理來講 應該要他拿下來了 結果他居然 他的董事長張宏志 跳出來指控 說有有利人士 在中間上下起手 在那邊喬事情 這個是公開的標案 有什麼好有利人士 有什麼好喬的 結果一開始政府單位說 沒有什麼事都沒有 一切都OK了 後來發現情況不對了 你知道 結果就把誰 就把中華郵政的董事長 跟總經理拔掉 直接拔掉他們兩個位置 是 直接拔掉 然後叫王國財 就是交通部次長王國財 直接去代理中華郵政董事長 然後就說這個案子平起 沒事 大家都OK 你想想看 如果中間沒有問題的話 為什麼要把董事長 跟總經理拔掉 完全沒有這個道理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這個標案是這樣子 一開始這個物流園區 他們很擔心沒有人來標 所以他們就定了一個方案 就是說誰如果願意承接 越多單位的話 他的就是資格 越符合資格 結果本來是有四家要來標 就有一家資格不符取消了 就剩三家 這三家是什麼 就是PC用網路家庭 然後蝦皮跟神腦這三家 然後那個PC用網路家庭 一口氣就說 因為他總共分15個單位 然後網路家庭就一口氣說 我要承租15個單位 全都是把他吃下來了 那個蝦皮要8個 那個神腦只要2個 這樣子的結果因為 最有資格應該就PC後 最有資格應該騙人 因為我一次解決最省事 但是問題是他得標之後 得標之後就有利人士出來喬 喬說什麼 不要一次全部拿去 讓個兩三個出來 就變成這樣子了 那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這種公開標案 還可以用這樣喬的 不可能這樣子喬他 是 但是問題來了 問題是喬出這兩三個單位 要幹什麼呢 我剛剛是不是講了 第一名是PC後15個全拿 第二個是蝦皮 蝦皮8個 但你喬出兩三個 按照順位應該給蝦皮 對不對 不可能 不可能 那給誰 因為蝦皮是 民進黨不是一直說他有中資 但有中資的東西 蝦皮不是要8個嗎 對 蝦皮要8個 你覺得可能給他嗎 恐怕一個都不會給他 到最後就是第三名的神腦才有 神腦不是最少嗎 是 最少問題問題是 怎麼還要喬給他 不曉得 是不是要喬給他我不知道 但是問題是 神腦的董事長是誰 神腦的董事長不好意思 叫賴靜林 賴靜林跟是新潮流的 原來有關係 這真的有關係 沒關係就有關係 張宏志是鷹派 他比較偏鷹派 因為他是國車顧問 然後這個案子 出來點火的這三個立委是誰 鄭保卿 林俊憲跟葉宜晶 鄭保卿是誰 跟鄭文燦交好 跟鄭文燦是新潮流 大家都知道 林俊憲本來就是新潮流 葉宜晶跟新潮流 關係很默逆 那為什麼三個跟新潮流 關係這麼好的人來 然後要去把一個很明顯 最後案子的立委 很可能會歸於 又一個新潮流的 神腦董事長賴靜林 為什麼跟他有關 你不覺得這非常奇怪嗎 而且我跟你講 更詭異的就是你知道 魏建宏下台了 魏建宏下台的時候 誰去幫代理總事長 我剛剛不是講 總部市長王國財嗎 王國財跟誰比較有關 王國財當過六年的 高雄市交通局長 那不是跟花媽的時候 那就是花媽的愛將 不就是 那花媽不就新潮流了嗎 結果搞了半天 你有沒有注意到拐彎抹角 全部都跟新潮流有關 但是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大家如果有注意 這個事情的發展的話 早在2017年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案子叫做 台北華爾街這個案子 這個台北華爾街要幹什麼 就是大家都知道 台北郵局不是要都根嗎 一直空案那個地方嗎 他就準備在這個地方 建一個台北華爾街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華光社區 在東門附近那個地方 然後規劃郵政 電商物流中心 你知道這兩塊 都是非常大的地方 隨便一個都是上百億的 土地開發利益 這個都是由中華郵政主導 魏建宏據說 他本來就不太聽命令 所以早就有人想要把他幹掉 剛好趁了這個機會 你張宏志是不是發奈是不是 發奈我就趁機把他弄掉 把他弄掉之後 現在王國財來接了 王國財 好像跟新潮流 關係又很好 這樣子一來 這兩個案子 是不是全部落入 新潮流的手上 對 結果看起來好像是 為了一個弊案操作所長 實際上更厲害的是 這叫將軍抽居 我實際上把真正的利益拿到手 所以新潮流厲害 我們真是讓人看不透 有概念 看著這個P-C-HONE的案件 現在矛頭都指向他新潮流 這個標案第三名的 神腦公司的董事長 他可是欣喜一手篩賠出來的 賴敬玲 不過這當時點起這把火的 這個三個議員 包含了葉宜清 林俊憲 還有鄭寶欽 他們也都跟信息有關 不過現在又傳出 信息瞄準了中華郵政的 華光社區 還有包含台北郵局的 這個杜根案 這利益可是有三百億 這就是聽說了 因為這個他們不配合 他們不配合 這個總經理跟黨署長 他們認為說中華 他們這種的 當期以來郵政 他們已經傳統百多年了 中華郵政印的郵票是很久了 是啊 萬青的年代 我們就印郵票了 是比中華民國更久了 所以他們建立一個傳統 中華郵政下去 大家你看郵財 大家那麼認真在打招 所以他們建立一個傳統 結果你看一個夏林的 一個總經理黨署長 跟點名 三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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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立 那就是已經很憤怒 很憤怒 憤怒到說 你沒有可憐 一般你看 比較有人跟立法委員 任准現電報請到亞美町 把你點名點出來 你們後面的動機是三名 你也不記得 過去新潮流現在是看 蔡英文看壞 他任務蔡英文是 可能一年後 你記得你阿兵的要下台進行 新潮流也看壞 有嗎 有 看壞他們說 他們任務不會過了 可能媽英九會對 是啊 他們去創一個答政案 你還記得嗎 所有就是他後買軍費 我們 他如果讓你媽英九起來 那個合約簽了 那個又按了讓雍貴 所有的利益 軍費的利益什麼都要對答政議 所以今天新潮流他又 故階重視了 就是這個都經案件 你能知道這利益多少 這利益是 如果他現在放地產的價值來算 100多利益 對 好像利益的部分 所以他們把這兩點就撥去 撥去現在來我們來看看 阿兵有什麼 阿兵有什麼 所以這個專民都要做對中 其實我們現在就在收集資料 我們現在就在收集資料 撥到這樣就對了 但是他在收集資料 大家知道的時候 暗包裡面我們不知道 但是明天知道在政策 在去唱作 他們差不多知道說 房子要倒了 大家要弄就對了 開始唱了 有主婉的 拿到利益的 他們就先唱了 所以蔡英文實在是很不耐 他要拚連任 大家看他在賭 開始從那裡 要彈那裡 大家開始輕輕就對了 是 你做蔡英文 你看你比較不及 你在這裡準備要戰爭 像說要打韓國瑜打給贏 我如果贏韓國瑜就當選了 不是啊 下面那裡 那個人在打包給我 那個人在打包給我 大家都在幫你搶就對了 你看 你心為煮水 你是要怎麼打贏 所以 民進黨 只要他定義一尊之後 還有三下都在賭 你會看到表面上一套 四地下 這裡大家大小小在在挑 挑主婉 所以這是這麼惡劣 不過這怎麼挑 都是我們人民 納稅金的費金錢 這是我們國家的主婉 所以大家眼睛金金給他 這不可以讓新潮流 拿去冰青網 我們看到那個新潮流 以前總認為說 他只會搶的那是國營事業 國營事業本來裡面 就是一塊大肥肉 但沒想到現在連中華郵政 這個物流的這個部分 他們也要吃 這裡面有這麼多的肥肉 可以搶嗎 按照道理應該那是這樣 無論是神老 無論是蝦皮 無論是PC控 他們只是網路店家 他們沒有搞過大型物流經驗的廠商 好 你花了100億 那你招租3億 我想請問 你花了100億 一年的租金3億 你要33年回本 任何物流商都不會做這種事的 如果那是我是中華郵政的話 我就自己開發了 我自己運用 反正我要把中華郵政變成全台灣最大的物流商 因為我有這方面的經驗 好 當建的差不多兩年前開始 兩年前開始 兩年前請問是誰 是誰執政 蔡英文 蔡英文執政 那蔡英文執政的過程當中 新潮流的一隻手就要進來 她說不行 她說這樣子 應該要BOT 就是類似BOT 不是BOT 是類似BOT 我們就讓蝦皮 蝦皮 PC控 神腦這三家進來 那其中兩家是陪榜的 蝦皮是永遠不可能 因為她是大陸公司 對不對 她雖然是在新加坡住室 可是她公司負責人是中國天津人 對不對 那只是讓你陪榜 況且蝦皮的規模 其實不如神通跟PC控來得大 好 這個裡面 論資金 PC控大 所以她就讓PC控 陳諸 那這裡面神通就是除了賴靖林 不是 神老 神老除了賴靖林以外 各位去看 王國才是哪一個派系的 也是新潮流的 賴靖林沒有弄到 所以她就透過了兩個新潮流 這裡面記住 居關鍵人物的叫做鄭寶欽 林俊憲是插花 葉餘精是質詢 他們這三個 我現在把葉餘精去掉 請問 在講話的都是什麼 新潮流 就是新潮流他當時就逼著國家開放 所以他惡不惡劣 當別人陳諸到的時候 不行 你不能夠佔有15家的 那麼重的比例 你要分出來 在這個時候 蘇貞昌兩個月前就要把董事長 跟總經理把他換掉 為什麼換掉 因為做的這一些決策 幾乎是總經理做的 而不是魏建宏做的 所以他先換 他先換誰 他先換總經理 總經理換完換董事長 本來他們派的董事長 對不起 是曾經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 一個弟弟 也是新潮流的 他要去做 結果輿論大花以後 王國才戰監 可是各位去看看這一些 搞來搞去 都是他們新潮流 難怪張宏志會那麼火 他會把這些人的名字 統統點了出來 我告訴你 他們除了吃龜山的物流中心以外 桃園航空城 是不是被你們新潮流 吃得死死的 所以新潮流在那邊吃銅吃鐵 吃銅吃鐵 他證明了一件事 當蔡英文要下台以後 這些機構我還是能夠掌控 我就不管蔡英文了 這個就是新潮流的德性 除了我們看著現在新潮流跟鷹派 他們上個月的時候 才在台南市黨部 一場戰爭才剛結束 現在這時候可以看到 中華郵政 新潮流的手伸進去 但是也聽到有風聲說 鷹派的人也在裡面 瞧這些人士 但是看來民進黨現在這時候 就是想在2020前 把能拿到手的東西 先拿到手再說吧 是 其實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4月11號左右 蘇貞昌突然 撤換了重要的幾個 公營銀行的 不管是董事或是經營階層 對 當時就有人說 因為第一個可能是 因為民進黨覺得 自己的執政地位不保 所以現在能卡就卡 可不管怎麼樣 在民進黨一執政以後 吃飽吃滿的人是誰 不是其他派系 其實就是新潮流系 他不只是說 剛剛所說的國營事業的 伸手進去 不管是董作或是總經理 包括其實大家曾經 整理過一整張 就部會首長 其實很多都是細出局系 細出賴清德的 台南市政府的團隊 所以這些都是屬於 新潮流系的 其實還不只是這樣 如果大家還記得 再把時間再撥遠一點 韓國瑜為什麼會有 今天的韓國瑜 如果沒有新潮流系的話 韓國瑜可能還在北農 大家記不記得2016年的時候 新潮流系已經把中央部會 國營事業都佔滿了 民進黨自己執政的範圍 他都佔滿了 還不知足 還把矛頭 把眼光對向了 台北市政府的農產運銷公司 連個小小北農都想吃 連個小小北農 不是自己執政的縣市都想吃 當時本來要安插進來的人 不是吳英寧 而且還是新潮流系的蔣玉寧 然後大家還記不記得 從段儀康 梁文傑 這些新潮流系的民意代表 開始對韓國瑜發動攻擊 結果後來為什麼 蔣玉寧沒有成功 是因為其他派系的人覺得說 你也吃相太難看了吧 你什麼都要 你多一個位置 我又得少一個位置 所以其他派系的人 在那個時候 其實是袖手旁觀 甚至暗中在卡新潮流系 所以最後新潮流系 沒有拿到這個位置 可是民進黨沒有放下這個位置 接下來又有其他的動作 後來終於把吳英寧給拱上去了 其實最近新派任的 所謂的翁仲熙 他也是新潮流主義的人選 雖然他號稱是事務官 劉子庭新來的 但聽說背後 還是新潮流的支持 所以我覺得新潮流系 不管是新潮流系或民進黨 其實卡好卡滿 吃飽難看 這件事情 其實不是一兩件而已 大家記不記得去年在高雄的時候 本來在選舉前 會有一段時間人事必須要凍結 因為你不知道選舉結果怎麼樣 你必須給新任市長一個人事權 結果11月8號 本來是人事凍結的法定期限開始 但民進黨政府怎麼 高雄市政府 城區團隊怎麼做 他在11月1號的時候 就在8號法定凍結日的前一個禮拜 大幅調動11位90等以外的公務員 把區長矚密的位置全部都卡死了 這樣子對韓國瑜有什麼影響 因為你把這些九職等卡死以後 韓國瑜如果要調動他們 就得同樣找到同樣職缺的位置 才有辦法把他們調走 可是問題是 在地方政府裡面 九職等以上的缺是非常少的 所以形同說 你看今天韓市長的 整個高雄市政府的團隊 我敢說9成5都還是城區 市府團隊留下來的人 不管是政務官或是事務官 甚至他完全沒有辦法調動 大家可能還不知道海音中心 海洋流行音樂中心的執行長是誰 他的執行長 還是林昌佐的辦公室主任 所以我就可以理解了 我聽到這個消息 我就突然可以理解了 為什麼時代力量在高雄 會跟民進黨一起在黑韓國瑜 都是一個利益共同體 在前朝時代 居然有前民政局長 把台電的回饋金 疑似拿來當他自己的小金庫在用 民政局長居然在106年開始 大概連續三年 他居然挪用了大概303萬 好 然後他303萬做什麼用途 買酒 養酒 買養酒 然後還買茶葉 還買了一些有的沒有的農特產品 等等之類 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這些錢明明是為了 居民的健康 對 人民的健康 但是你買這個酒跟茶葉 還有農特產品 這些不會覺得怪怪的 對不對 民政局很妙的一件事是怎樣 他有公文 然後這個公文形式上 都完全是合法的 而且上面還有名冊 名冊上面的機關 或者是說社團 或者是這些里長 人民都有 也確實有這些人 但是你再去問這些人說 你有沒有拿到 沒有任何人有拿到 有名冊卻沒人拿到 對 所以他等於是有 那作假 對 這就是造假 所以他等於是用了這些造假 就是這些人民都有 但是沒有任何一個人拿到 所以他形式上看起來 好像都是合法 可是300多萬買東西 總要有收據 要不然怎麼報仗 對 他還真的都有這些收據 能夠來核銷 還有辦法核銷 還有核銷 所以我們要問了 如果說他真的有買了這些東西 而卻沒有任何一個人 收到這個東西 那麼請問你 東西到哪裡去了 對 然後所以你說這個可不可惡 這個可惡在於說 這些錢是社區居民 他們的 為了維護他們的健康的錢 所以怎麼會有這個官員 然後或者是公務人員 去動了這個人民的健康錢 然後來把這些錢 做他自己的公關之用 所以這個在前朝時代 我們慢慢慢慢揪出了很多 讓人覺得匪夷所思的 這些公款 可能疑似濫用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目前都還 一一的在追查當中 特別舉出了有三大疑案 我跟韓市長在做這個 把這個案子 然後揪出來以後 我講給他聽了以後 他也覺得非常的訝異 不敢相信 我其實也表示一個態度就是說 其實我相信公務人員99% 都是非常認真用心 然後要為人民來做事的 但是就有那1%的害群之馬 他讓人民會覺得說 是不是這些機關 這些官員們都是貪腐的 造成這樣的一個印象 韓市長其實他在當中 他也特別指示說 指示這些公務人員說 如果有任何的貪腐的現象 都一定要揪出來 因為他希望說 未來的高雄市政府 一定必須